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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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各位眼神看起來衝衝有神 肯定早上不是被夢想叫醒就被自己帥 請給自己掌聲一下好不好 其實事實上最缺乏的就是給予的力量 我今天一次在這裡得到了 聽眾的掌聲 朋友的支持 以及TEDEX給的難得的機會 我一定要好好把握 大家好 我是陳士林 我是長生於青大的瘋狂演說家 我今天要帶來的主題是 創造語言的力量 那在開始之前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 那就是人類最害怕的事情是什麼 人類最害怕的十件事情到底是什麼呢 在這個問題背後得到一個驚人的數據 死亡只佔這個排行榜的第二名 第一名是上台演說 那想必各位回想一下 各位的生活經驗中是不是有一次 那時候站在台上有點發抖 有點緊張的經驗呢 那時候的你是不是又有一種生不如死的感覺呢 所以說語言的力量在我們生活中舉足輕重 像是美國總統歐巴馬 他有很好的表達語言 所以也讓他成為總統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不一定要當總統 但是我們可以發揮語言的力量 到我們的生活環境裡面產生一些改變 所以在這裡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透過語言產生一些力量 就是在今年2月10號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是清大的教學助理三天的營隊 第一天早上那時候我得到一個機會 那是傑出教學助理的頒發的現場 然後我並且有一些演說的機會 那時候我決定做一件事情 我對幾百位的教學助理講說 各位知道嗎 傑出教學助理最多只能拿三次 讓我很興奮 為什麼呢 因為我跟各位的關係得到了翻轉 本來是你最大的敵人 變成你成為傑出教學助理最好的朋友 如果你願意的話 讓我們一起成為長生與清大的瘋狂助教們 我決定在這裡創立一個團隊 後來我們的團隊真的在那天創立了 然後我們透過教學與簡報法 互相分享一些好的事情 然後我突然又興起一個念頭 我想要辦第一屆清大簡報大賽 這時候問題來了 本來找人家來是組基督教團隊 啊怎麼變簡報大賽 有點怪羊頭賣狗肉的嫌疑 所以我那時候突然想到一個方法 來激勵我們的夥伴 我那時候對夥伴講說 我們有個機會能夠創造清大的歷史 我們的舞台靠我們自己來爭取 我們的未來由我們自己來決定 後來很高興那時候 夥伴們願意一起辦清大第一屆簡報大賽 那時候是在5月25號的時候進行決賽 在那個舞台上面 我們看到了很多人 他們帶來的自己的故事 他們團隊的故事 讓我們非常的感動 也讓我們相信說 語言的力量超乎我們想像 所以現在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觀察到一些語言的力量 其實我剛剛已經用一些在裡面 我們來一一的破解出來 好一開始 就是暖身自己語現場 就有點像我們唱歌一樣 必須要開嗓 啊啊啊那種開嗓的感覺 我們身為講者也需要暖身 那我是什麼暖身的呢 我暖身的方式就是 用慣用語 是我30秒內的開場 那各位還記得嗎 我第一句話講的是什麼 第一句話講的是 哇看各位眼神看起來嚢嚢的神 肯定早上不是被夢想叫醒 又被自己帥氣 去給自己掌聲一下好不好 那時候我會透過聽眾的掌聲 透過聽眾的笑容 讓我更堅定的相信 我接下來的演說能夠不錯 那接下來我想跟各位分享 才是真正的開場方式 那開場方法其實俗話說 萬事要贏在起跑點 如果有一個好的開場 就成功一半了 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 四種開場方式 一開始我們會介紹 語言的力量 可以透過語言的力量 創造一些正向能量 那再來我是拋出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人類最害怕的十件事情是什麼 那我們舉出一個經典的數據 告訴我們說 死亡子彈第二名 第一名是上台演說 那接著我用我自己的故事 來跟各位分享說 我是如何透過語言 創造出一些價值 好那接著想跟各位分享 說故事行銷 說故事行銷 一開始可以行銷自己 比方說自我介紹 那再來行銷你的核心價值與理念 最後是透過故事 激起行動 比方說是購買的行動 或是成為夥伴 像是在場的各位 比方說像是TEDEX的團隊 一定是他們的核心領導人 具有那種說故事的一些方法 然後讓大家凝聚在一起 並且有機會看到現場各位 那麼多人來 也是因為受到說故事的感照 所以說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個概念 那概念其實就是有三大故事 其實是我們目前到這裡 四個講者都有在用的 那三大故事 那三大故事到底是什麼呢 第一個 我是誰的故事 再外圍一點 是我為什麼在這裡的故事 最外圍是願景故事 這由 童心眼的概念 是由內往外指 就像是古代的儒家思想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的概念 由內往外指 那我剛剛是怎麼用的呢 我還可以講說 大家好 我是長生於清大的瘋狂演說家 我為什麼在這裡 因為我想要創造語言的力量 那外圍願景故事 願景就是 我們打造出清大第一階簡報大賽的舞台 讓很多人透過語言發揮力量 這就是這三大基本故事 那接下來我想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一個特殊的東西 其實我們文字只佔我們表達的百分之幾 百分之7% 這是哈瑞斌定律告訴我們的 剩下的38%是語調 那55%是肢體語言 所以我們想要做一個簡單的練習 川味叉燒麵 牛肉炸醬麵 通通只要49% 這樣你會想買嗎 不會嗎 那我們如果做一些語調的調整 看看會怎麼樣 川味叉燒麵 牛肉炸醬麵 通通只要49% 好像比較好一點 如果說我們再搭配上肢體 會變成怎麼樣呢 川味叉燒麵 牛肉炸醬麵 通通只要49% 好像更想買了 所以說 語調語肢體 在我們語言表達中 舉足輕重 那接著我想跟各位介紹的 另一個東西叫做 眼神接觸 那其實我分成三個部分 一開始是聚焦 比方說我是怎麼用的呢 像是 因為我以前是教微積分嘛 微積分其實一開始是 碰到極限的概念 其實極限的概念 遍布在各位的生活當中 當你早上醒來的時候 對著靜止的自己講說 今天的我沒有極限 就是極限值不存在的例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極限值存在的例子是什麼 聚焦的部分 當我聚焦在一個聽眾身上的時候 他會感受到一個強烈的目光 而其他人會覺得很好笑 這就是聚焦的力量 那再來 如何透過你的眼神跟肢體做一個接觸呢 像比方說現在這個空間很大 所以我會怎麼做呢 就比方說像是 我有發明一個教學系統 分成速度、深度跟廣度 是眼神與肢體同步的一個移動 那再來第三招 是我自己發明的 叫實真移動法 比方說如果一個講者演成像這樣 大家會覺得這個講者怎麼樣 有點緊張 那如果用實真移動法會變怎樣呢 我剛剛其實有用過 比方說像是 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 那就是人類最害怕的十件事情 到底是什麼 死亡只佔這個數據的第二名 第一名是 上台演說 這個就是實真移動法 緩慢的接觸聽眾的眼睛 那接下來我想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 四到七招 第四招 撲梗 各位可能有時候會在舞台上撲梗 比方說通識課啊 或什麼課之類的 但是其實撲梗心態 堅定 永遠不回頭 其實像我大二那時候 我很想要當 演藝圈的專業主持人 所以 對 真的 所以說我那時候 其實 就挑戰一個舞台 那舞台其實是一個晚會 幾千人的晚會 那時候我在上面做一個表演 是用脫口秀的方式 做自我介紹 所以那時候 我其實才剛學梗 我自己不太清楚 所以當我把梗講出的時候 全場鴨雀無聲 面面相去 讓我覺得好尷尬 但是我告訴自己 堅定 永遠不回頭 所以 我把那個很爛的哏 講完之後 繼續講另一個更爛的哏出來 那所以那時候 讓我覺得全場為之凍結的感覺 但我下來後 我足足兩個月的時間 不敢站上舞台 不敢承接主持的活動 兩個月後 我繼續站上舞台後 我拿起麥克風 我告訴自己 只要我拿著這支麥克風 我一定要全力以赴 很高興 我現在繼續在這裡堅持著 那現在第五個是押韻 押韻能讓整句話突顯出來 那比方說 像是 讓我們用生命影響生命 用熱情回報下榮 押恩韻 整句話會突顯出來 那第六個方法就是 分享與交的差別 因為我們其實不喜歡別人交我們 但是我們喜歡聽故事 喜歡聽分享 這就是說故事的力量 那我們的故事其實可以做一個切割 像我切一塊在前面自我介紹 另一塊我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各位分享 說故事的力量 那其實我們必須要先建立一個默契 就是有力量的語言是故事 而那個故事不是其他人的故事 是你自己的故事 你是不是有一個堅定信念的故事 或者是你是不是有一個成就的故事 那個成就不一定是得什麼獎項 而是一件能夠榮耀你自己 榮耀你身邊的人的故事 或者你有沒有一件改變命運的震撼事件呢 在各位回想的過程中 我也跟各位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其實在我的夢想有了很大的展望 在大三以前我那時候成績非常差 所以我的夢想除了想當老師之外 更想要當演藝圈的專業主持人 承接大大小小主持的活動 那時候我看到許豐原律師說的一句話 在死亡面前 一切事物的本質都將顯現 你會瞬間發現 你內心深處想要的到底是什麼 那許豐原律師在父母相繼離去後 被生命的反思 而我直接面臨求學中的死亡 也就是雙二一會學 那時候其實當發生那件事情的時候 我不向各位笑得出來 我那時候其實非常的無助彷徨 我不知道接下來路該怎麼走 所以我必須先跟父母親道歉後 我決定先去當兵再想想看 那時候其實在我當兵過程中 我一個教授叫張契老師 他知道我的事情後 他對我說 石林 這是一點小挫折 沒有什麼 我在青大等你 那句話對我來說 勝過千言萬語 讓我更堅定的相信 原來有人在期待我 這就是語言的力量 所以後來我當完兵後 我決定進入轉學考班 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那時候我進入轉學考班 每天早上都去轉學考班唸書 直到十點才回家 每天大概唸了十個小時以上 那有時候真的 你會唸到唸不下去的時候 我總是想起張契老師那句話 他說石林 這是一點小挫折 沒有什麼 我在青大等你 只要想到那句話的同時 那我又突然湧現力量與鬥志 所以很高興的 後來在四個月後 考回青大 那時候考回青大後 其實發現熟悉的環境 熟悉的助教 熟悉的教授 那問題來了 因為當他們看到我的時候 他們會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 石林 你何苦還要再回來呢 那是其他的教授啦 或是張契老師 何苦還要再回來 那時候的我受到的刺激 發奮 要拿書卷獎 其實一個剛被退學的人 要拿書卷獎 其實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 我那時候 深刻理解到一句話 那就是 當你夢想很難被說出 一定要 就要承受無法實現的痛苦 所以這個夢想 我不敢跟別人講 只敢每天 花五個小時 到圖書館念書 那時候還是舊的圖書館 後來其實 每次念五個小時後 總是念到疲乏的時候 我就想起 就是那些嘲笑我的言語 這就是語言的力量 所以說 我那時候其實很想要證明給他們看 我一定要拿到書卷獎 真的在那學期 拿到了書卷獎 在大勢上推真以前 我那時候學習平均是90分 但我知道之前成績很爛 但我還是想試試看 後來其實 台大給我的分數是87.5 那教大其實也對我很好 給我85 那各位猜猜看 清大給我多少 60 那時候其實我非常的震撼 我深刻領悟到一句話 那就是 我不管怎麼努力都沒有用 怎麼用力 還是長生於清大之中 我後來發現 原來6 翻轉過來是9 9 翻轉過來是6 原來60分 等於90分 所以我決定 不要在成績上 繼續追逐 我想做我 真正想做的事 也就是走出自己新的道路 那就是 教學與簡報法 後來其實 我發現其實 要考上研究所才能當教學助理 所以我後來是透過二三月的考試 考上碩士班 並且當教學助理 後來其實 在如同各位看到的 就是在我生命中 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在狂風暴雨的生命裡 我領悟到了這句話 先跳入框架 贏得尊重 再跳脫出框架 讓天賦自由 如果 我沒有考回清大 沒有考上研究所 我根本不可能當助教 如果 我沒有到 當 就是得到教法中間的肯定 我根本不可能到其他地方 分享我的故事 而我總算理解到 原來啊 我的天賦 是透過熱情 傳遞希望 很高興 我能繼續站在這裡 分享我的故事 所以 如果各位覺得這段內容 你有一點點畫面 有一點點感動的話 這就是說故事的力量 這就是語言的力量 如果說 你現在已經想好你的故事 是什麼了 不妨寫下來 跟你 到時候跟你的 一個好朋友分享 你們會透過故事 彼此激勵 並且讓彼此的未來 變得更美好 那所以接下來 最後一步 我們結尾 通常其實好的開始 是成功的一半 那另一半是什麼呢 結尾 一個漂亮的結尾 那結尾的方法 我稱之為 為行動下定義 因為其實一個好的分享 必須要在結尾 激起聽眾的行動 那你必須要對他做定義 這聽起來有點抽象 但我舉一個 比較驚豔的現場 就是賈博斯發表iPhone的現場 那時候他說 目前 IBM已經壟斷市場很多年 只有蘋果能與他抗合 而今天 蘋果重新發明手機 把他與電腦結合 那就是iPhone 對我來說 這是很振奮人心的言語 因為 他這個話 讓我們覺得說 購買他的手機 不再只是買手機而已 而是一個 支持他 重新發明手機的舉動 那我自己是如何 用為行動下定義呢 那各位還記得嗎 我一開始是怎麼激勵 我們的助教夥伴 辦簡報大賽 我那時候說 我們有個機會 能夠創造清大的歷史 我們的舞台 靠我們自己來爭取 我們的未來 用我們自己來決定 後來很感動 就是我們的夥伴 辦出 第一屆簡報大賽 那時候我們在舞台上面 看到很多 就是參賽者 展現 用語言展現他們的淋漓盡致 的一些功夫 讓我們看到 很多美好的故事 也讓我們相信 這是一個 能夠讓 群體天賦自由的舞台 所以 其實 我非常相信 就是 世界上最珍貴的力量 就是相信的力量 感謝Telex 相信我 讓我來到正面 來到正面 代美景正面的樣 來到現場 而我也認為 真正有力量的語言 是思維上的翻轉 是信念上的翻轉 所以祝各位 都能夠超越死亡 發展天賦 創造語言的力量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石林為我們帶來的分享 相信大家其實在 不管在報告 或是與老師溝通 都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困難 剛剛的演講過程中 應該可以解決大家許多問題 我們這邊有個問題 想請教一下石林 就是說 其實在不同的世代 就是我們 最近常常在講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世代 我們在跟不同世代的長輩 或是晚輩 溝通的時候 會常遇到 所謂代購問題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上個月的29號 OK 那我們要如何 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然後呢 促進彼此的溝通 到底是聽孩子的話 還是聽父母的話 對不對 這是個好問題嗎 所以想請教一下石林 你說代購嗎 跟上一個世代代購嗎 對 或是下 你這個問題有點激烈 因為像我們第一排 好像有一些長輩 喔沒有 哥哥們 對 哥哥姊姊們 嗯 所以其實你的問題很好 如果我是怎麼用的呢 像我可能就直接從今天的內容的 說故事的力量那邊開始 就直接用故事 來進行溝通 前面那部分就省略了 怎麼從未插照面 沒有啦 我們不會跟長輩講這種話 對啊 我們直接用故事 進行溝通 然後透過故事 他們可以了解到我們的信念 我們的核心價值 他們可能也會比較理解到 我們這個人 大概會做哪些事情 嗯 因為可能透過 就是透過那種理 那個感性 會大於理性 會比較好 OK 那各位同學 如果下次有遇到這樣的問題的話 試著把你的故事說出來 試著把你的想法講出來 這樣子彼此交流 溝通 可以讓事情過得更好 好 那我們再次謝謝石林 為我們帶來精采的演說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你 這裡